问题七 在石草动物区 有两只长颈鹿 较高的那只长颈鹿的身高 有多少米 误刹可在十厘米之内 这谁记得啊 我记得前上写到一个四米 长颈鹿 就是有一个在四米往上 但是就是再往上我就没看 所以你确定它是四以上对吧 那我们就四五之间找一个 四五之间找个数 说个四米五试试 四米五 错了就错了 因为我实在是记得不很轻 请确认答案 四米五 我 正确 哇 哇 较高的那只长颈鹿的真实身高 就是四米五 哇 哇 太牛了 太牛了 太爽了 零五茶 哇 哈哈 哈哈 港姐跟雅琪急死了 她俩无语了 真无语 你没怕他们都不想鼓掌了吗 他们再换过两个 哈哈 琳琅 现在一累计成功答对五题 下面 只要再成功答对一题 即任五三挑战成功 想再对一个就行了 哎这个赛点了 所以是 问题八 在所有鸵鸟中 是黑色鸵鸟多 还是灰色鸵鸟多 哈哈哈哈 听我音乐搞笑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只能忘了 黑色的多还是灰色 这百分之五十的概念 我光注意旁边那个丑丑的藏鱼了 你们有记大小吗 没记 灰色的好像是右鸟 紫星和右鸟好像是灰色的 好像是灰 我记得是灰 好像是灰 我挑过去就感觉灰蒙蒙的那种感觉 你也可以说一下 对 回忆一下 黑色的可能是公的 灰的可能是紫星和右鸟 平击的话就可能只有一个直公鸟 如果是一不一期的话 加上优鸟的话那也是灰色多 所以我觉得大概念还是灰色多 哦 有专业支持支撑了 好 那就是灰 灰的 正确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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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各位调查员 第三个职场体验任务挑战成功 哦耶 来来来来 鸡下掌 哦耶 中英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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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结束 本轮获胜的阵营是 O4阵营 耶 耶 耶 雅琪 雅琪 你如果跟她一起冲掉言语 就好了 两次机会 我们就赢了 啊 对不起 没关系雅琪有 有不言赛 有李不言帮你顶着 我好人归票没对过 哇 直接归我 归我 他归我 他归4号 但是分析的道理反而都是对的 赛场可能只有一个三年好的情况 就是八九十 然后四九有单独相处的时间很长 所以这一轮我归票4 条子有可能是卧底局长给出来无限5号的 6号没有跟5号跳首位 这个首位必须要留一下 所以5不能出 今天出6明星出2 你不言 你不言真卧底吧 我感觉她真的 她真的是看错号码牌的吗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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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加一这么低我就能归错吗 我再也不归票了 第二个是谁写的 我写的 对 第二个太精彩了 第二个太精彩了 你讲一下 真的 我吓坏了 我怎么念出来的 吓坏了 而且她是凭空编了一个纸条 那个纸条上写的完全不是这个事情 所以写的是什么 我的字条是Tim 然后直接刀 所以我不能念出来 对 我当时就说她如果是卧底就不会公开支条 然后我走了一层走这层逻辑 然后我就认她好了 不过我不理解你为什么归票4号 我第一轮发现哪里有问题 来 我们让你不言复盘一下吧 因为回收手法 如果我考虑这一期的回收手法 是以行动为主的话 那肯定是优先要走你4号的 因为是9号倒牌 而且我当时盘出来的 那个可能性她在狼坑位的话 概率已经是 当时我算了三五分之三还是多少吧 你说的真好 对 虎明昊都没有盘出来 我直接给她读了 读得很准 来 新来的嘉宾抬一抬 对 这次感觉被文婷姐姐带飞了 老朋友 我之前看前两期的时候 我就给黄凯说 我上来就要无脑信文婷 我觉得文婷太清楚了 我就这么给她说的 文婷任务做得也好 排逻辑调的也好 我感觉做任务也好 我做任务的时候 是因为确实这位好人做任务 有很多就是都很擅长的 就比如说当时第一个任务 熊猫的时候 宇童还有颜宇 就是他们对于那个熊猫的认知 特别的清晰 那宇童一下就看 这是那个网红的花花 这个肯定不是 这是那个花花 就是说大美炸猫 六更像大美 那不是选了9吧 正确 七刚刚的发现也很有意思 然后七说自己是有身份的 我觉得有可能是狼王 我想把七带走 走啊 三四五六 七八九 三十一 确定 没错就是三十一 还有五刚刚那个守卫的发言 也不是发得非常好 为什么你没有跳守卫的一个动机 你跳守卫是为了什么呢 这一局我会促语 这有两只 这有两只是吗 三四 此心和右两好像是灰色的 所以我觉得大概也还是灰色多 正确 所以我感觉就是大家都太厉害了 对 我感觉饲养人我觉得非常非常 不服务 因为你会不会操杂 你会不会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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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他也会不会操杂 你会不会操杂 上高路了 欧佛禁调局的第七次职场体验结束 恭喜欧佛阵营的候选局长及调查员 在今天的挑战中获得胜利 获得一分积分的候选局长是任律师刘律师 还当着我的面 李克星 王雨彤 梁薇 肖阳 李冠甲 许文婷 王毅言语 李不言 各积一分 同学们 留给大家的机会不多了 还有一次尽调任务一定好好发挥 把该弥补的 该转折的 夺回来 好 夺回来 最后想希望小朋友们打得更放开一点 该跳跳 该冲冲 把格局打出来 玩得开心最重要